大家好 又見面了 繼續收看《策略王》電視直播 這個環節是專家策局 繼續有Henry和David Sir在這裡 我們當然是說一些外圍一點的 尤其是大家都說 港股好像又想玩完似的 今天又跌了三個多 再看一些外圍 外圍有很多東西說的 我們看到市場近一個星期 好像開始不太理會經濟數據 那些什麼資商會 消費者信心 還是通脹等等 都不太理會了 但是很快我們又有小飛龍 還有明天都繼續 星期四會有新申令失業救濟 然後到星期五又有飛龍 到底大家都不太理會經濟數據的時候 到這些數據一出來 會不會又有一些震撼給大家呢 還是還是大家都繼續看著特朗普投資 那些債又跌 金又繼續不停飆上去 連比特幣又升 另外當然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星期有五大巨頭出業職 包括Meta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出了 然後還有Meta 數了沒有呢 總之有五大巨頭出業職的 那我們都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未必可以跟大家說到哪些超預期 哪些不超預期 這些我們未必做到 但是我們都可以分析一下到底在現在美國的環境 到底是做廣告的公司好些 還是做雲端業務 還是賣東西賣賣一下 賣到要提供服務 好像蘋果這一類的好些呢 總之是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討論的 首先我們請了David Sir出來 哈佬David 哈佬Henry 你好 大家好 是 大家好 我們講完澳寶了 我們現在來一些正經的事情 大家要叫各個各 大家收了市自己去了 我們先講一下 或者先講一下 這個星期 Google 出了一個業績 那廣告的收益仍然都很強勁 這個會不會都可以反映著 給大家看Meta 可能接下來出的業績 那個廣告的收益都很強勁 還是你會不會擔心它那個AI開支的方面呢 如果你以Meta計算 廣告收益 我其實是有點懷疑的 不過我不熟了 Meta一向不太跟 我就很難胡說話的 但是我會懷疑Meta 它的廣告收益 可能以比例或者收益來計算 可能沒有Google那麼亮麗 不差 但是應該沒有Google那麼亮麗 Meta也要調整過它的L稿 而且因為有些數據它不再可以用 不可以拿 可能會有一點影響 在那裡 是 AI開支都會大的了 就是我覺得Meta 但是Meta在AI訓練數據本身 那個優勢 和這個Google大家差不多 那個優勢不會差很遠 那麼就變成Meta 但是AI的投入會大的 而且是要大了 它真是供AI的時間就遲了 不過話要這麼說 它的Lamma的表現又好像好過Google的Germanline 所以這個都是很難說的 Google好像有兩個模特兒 一個Germanline 還有Bart 好像都是 是 還有一個Bart Bart就算了吧 Germanline 那個理論上是比較正經一點的 但是Google始終它 其實真真正正的講Google 我一向都是最留意的 就是你問我都是看電賣那邊 搞Alpha 4那些東西的 嗯 因為在大語言模型 其實Google落後了一段 就是差一個Meta 所以除非它在Alpha 4那一頭 Alpha 4現在是在英國做著 英國第一期而已 都沒有到二期三期 那些臨床測試 起碼你要真的批到 有地方來做夠三期 那麼效果是滿意了 批到 都還要一些時間 而之間還要一些投入 所以我想Google 就是難聽些說你是吃老闆的 就是它Cloud 它的廣告那些是OK的 那些是真的的 但是我也說這麼久 搞到我之前 十幾年都是會扔Google 那時候原因就是一邊看著它 Deep mind 真的是有些令人失望 我已經沒有你的耐性 等它去Deep mind 而且因為Deep mind的資源分得太散 到今年那個Nobel Prize 他們才好像如夢初醒 咦是的我們的Alpha 4其實是D 如果是的 你當初投入多些資源 就很多無無畏畏的事 不要試這麼多 那就可惜一些 所以我沒有一直堅持到底 Meta我就說不定了 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不夠熟 我也坦白說我不是很看Meta 因為由一開始我就覺得 Meta 它的真正的優勢 其實如果你說以社交平台來計 它可以收的數據 尤其是自從被人告過 而有些東西它拿不到之後 就是有些數據它不再拿得之後 它那個真正可以拿到的東西 其實可能比Apple還差很多 可能更少 因為它沒有Hardware的Assessory 就是沒有Hardware的Assessory在那裡 它收到的途徑少 它是很靠IG那些來頂的 如果單靠Advertisement的話 其實差不多 都是那些都去盡 就是那些Mile來處 已經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加進去 它那個Thread的表現也不加 就是我現在有時候打開Thread 發覺就變成交友網站 即是交友平台 如果以香港 是啊 有些 有些 講說年輕的人 當作是虐豹平台 對 真的 真的 我現在打開Thread來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虐豹平台 而且很厲害 因為那個L稿 它懂得看你喜歡哪些東西 大家知道我現在經常去行山 它是會經常去很多美女去約行山 那些 但是那些到底是約行山 還是約去行山 然後在那裡開炮 在山上 獅子山下 所以要好好小心 千萬不要亂拍機 走去行這些山派 那些人 一條人在你面前幫我穿衣服 大人 你做還是不做 上還是不上 那時候 真是慘 不上就死 上就死 但是 講笑 這件事 就是 Meta 廣告收益應該是OK的 但是 他的AI和其他也差 今天觀眾會不會不斷在那裡說澳寶呢 一會上到Thread 整集澳寶廣告 大家 不要亂說話 他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要說澳寶 傳說中澳寶是 叫完那些咬咬咬咬 很多都是用澳寶洗澡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說澳寶 今天就是這樣說澳寶 那什麼澳寶上山 都可以 然後在山上拿些山溪水來洗澡 哈哈哈哈 夠了天然 是啊 歐鋒地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哈哈 是啊 是啊 什麼鬼都有 我告訴你 總之 他看著 他的L稿就是看著你的喜好 那我喜歡澳寶 就會推很多的山系女 給你看 美女交遊遊 哈哈哈哈 是啊 有個說法就是 今年 大家都要留意他們的業績好 很英分 因為 政治廣告 那個預算通常都比較鬆 尤其今年是大選年 就可能會逐漸到那個廣告收益 可能是 你看到升了很多 但是呢 明年開始會剩下的 就說不要這麼樂觀 哦 ok ok 對的 這個都合理的 我見有人問在Microsoft Microsoft 我覺得 其實 甚至是 Microsoft 其實 不用怕 OpenAI會叛變 因為很明顯地 OpenAI 最初 OpenAI跟Microsoft的交易 最初 就擺個樣子 是坐上家的 好像上菜那樣 我喜歡就隨時斷絕 你和你的關係 市值一到幾多 我就剁你走 但是現在 Sam Altman 既然現在 他持有期 他商業化 但是一度商業化的話 OpenAI如果想競爭 那你就是要繼續訓練 但是你OpenAI沒有那個實力 去養住那堆Cloud 那些相應的客人 他沒有 但是Microsoft有 所以實際上 Microsoft 坐了OpenAI上家的 現在 OpenAI沒有水的 其實他搞不定 他還在燒銀子 他不是在賺錢的 是OpenAI燒銀子 而他的銀子 有相當大的部分 是來自他的Cloud Center 以及你要拿Microsoft的算力去做 所以他撤不掉Microsoft 那撤不掉 即是他賺錢 即是等於Microsoft 其實也有 到市值至少也有機會 要反應 所以Microsoft做得好 還有Microsoft 自己也在鼓劃 他都搞一個團隊 他也有一個AI團隊 是 他都搞 你講到運 是 你繼續 是 他都預了 預了中有一天 他最初設置 他自己的AI team 他預了OpenAI 之後可能會飛起他 所以他又在出他自己的東西 而且會放進他自己的產品 所以 Microsoft是可以的 Microsoft Apple In a sense Google 雖然我都說我自己賣掉了 那時候 但是我沒有後悔的使用到 因為Deep Mind 實在拖得太久了 Alpha 4 但是 如果你說你還沒進貨 Alpha 4 本身我才是真正真實的東西 而且是一樣可以散明招牌的東西 這次諾貝爾獎 就幫他散明了一段 招牌已經是 但是剩下的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呢 還要看 因為現在只是第一期臨床 我想你 就算根據Covid Covid是很特殊的 Covid你想想想 那次批那麼快 是因為真的走完特殊的 正常是不會給你一年裡面 可以走完三期 把臨時的牌照拿去出藥 沒有的 所以可能沒那麼快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 其實是不是在化學獎那裡 算到蛋 是不是蛋白那個 是 其實我們也討論了很多次 我之前也說了很多次 其實Alpha 4 其實Alpha Go 不怕沉氣再說一下 Alpha Go 對最初出的時候 表面上是逐圍棋 其實那個目標並不是逐圍棋 如果有時候你看他Google出的論文 他的目標是Alpha 4 而不是Alpha Go Alpha Go 只不過就是你想試蛋白質 那個結構的那個玩法 其實跟圍棋很相似 圍棋是 下每一步 我要考慮周邊 有多少個的空白 有多少的黑紙 就是其他的紙在那裡 其實蛋白質結構 就有些砌積木這樣砌 那就變成了就是 你很難事前用那些什麼量子力學 什麼都好 你未必可以很準確計到 它是一個什麼的 structure 這個東西加了下去 它會結一個什麼結構 什麼 structure 因為蛋白質很划算 就是就算同一個化學公式 不同的結構它向左旋 還是向右旋 那個蛋白質的功能就會不同了 所以蛋白質和DNA RNA不同 DNA、RNA拉平了之後 RTGC ATGC 就是ATGC 就是它不會有 它那個結構是不影響到 它那個化學的性質的 但是蛋白質是會的 所以蛋白質稍微結構一不同 你就要 你就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藥的效力 會影響一些其他東西 或者例如我們身體會不會有殘疾 或者會不會有癌症 都是看你的蛋白質出來會不會有變性 如果變了氧的話 變了方向的話 可能就是變了有害的蛋白質 包括老人之外的那些都是 跟這些東西有壞的有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要知道一隻蛋白質到底它是什麼結構 尤其是以現在有的方法 做起實驗是相當之慢 所以為什麼要做標靶藥 做那些東西這麼貴 還有這麼慢呢 如果要跟你提供做的話 根據你身體的蛋白質 根據你的DNA去做出來 搞不久 因為實在是要猜的 全部都要 就是你要做一大堆實驗去做 就很浪費那個錢和時間 但是如果用AI去推的話 它就是窮舉法 就是說 這種蛋白質 它可以有多少種結構 我全部都猜出來 作成推敲出來 所以 如果我推敲出來 人體其實癌症的種類 是二百多種細胞而已 那些東西 根據那些東西 如果我要定相關的藥 然後我去推完它所有的結構的話 然後針對它的結構再去推藥的話 就是說其實我的藥架裡面 可能是一個中藥櫃一千隻藥這樣 那我總之以來驗 我只要驗到你是第幾號 我就直接拔那一號藥出來 那是做一次實驗 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所有研究實驗 就是做一次過的 做完之後 就幫它怎麼變化 那個癌細胞 那些蛋白質怎麼怪 都是走不掉那幾尾的 那以後醫癌症就方便很多 真是去拔貴而已 第幾號第幾號藥 接著一拿出來 拿去用 那就可以大量生產 那就便宜很多 那對於醫療系統的負擔便宜很多 對於人的 當然那個長度又好很多 還有Quality of life in a sense 都可以改善 甚至就是如果做到這樣的 你的保險單都可以不同的玩法 所以就是說影響是可以很大 還有為什麼值它拿了Nobel price呢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方法是真是解了很多東西 對於生物醫學來的 就是有很多你用傳統 我們邏輯思維去推 左推右推 未必能推得完的東西 它索性用AI去做 AI有什麼算力 可以夾好所有 possible structure 然後就對應著來做 所以這個工具本身的價值 可以推開一道新的大門 變成我們不用每次要用科學知識 就是一路推你推你推出來 而直接就叫電腦鼓 你鼓勾完它 然後我們再去做實驗師 可能接下來 電腦鼓兩年做到的成就 可能就多過過往一百年 那些人逐個逐個實驗去做的效果 是 還有就是變成我們可以做很多模擬實驗 這個也是為什麼物理學長都會 搞去找個電腦科學知識的 連物理都會頒給AI 是 是 因為有很多的學說 其實 要做實驗做不到有些事情 但是我們可以 試一下可不可以做模擬實驗 或者用思想實驗 把電性模擬實驗 然後去做 如果能夠模擬到有一定的信心 雖然 始終不是真正的實驗 你很難可以最終確定一些理論 就是對與不對 但是起碼我們有一個方向 或者它那些條件 是要怎樣的條件先做實驗 或者做 simulation 試了先 所以的確是可以令到的知識 可能可以很短時間內爆炸 可以累積多很多的知識出來 甚至是那個累積的方法 我們又回到一些 回到剛剛文藝復興年代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是 我們剛剛試到出來 empirical 試到出來 就是知其言 而不知其所以言 要知其所以言 可能還要很多的論證 但是 before that 我們已經知道 這件事和這件事有對應關係 這件事和這件事有關聯度 我們知道那個關聯度 satistically acceptable go ahead 用了才說 至少搞定你的生活 特別是生物醫學 醫學那些東西一向都是這樣 醫學很多時候是試出來的 那些東西不是用理論推出來的 就是試一下試一下 然後才找回理論 哦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就配合進去 所以尤其是 在我們現在人口老化 這麼嚴重的社會上 這個alpha 4 我一向很大期望 是 我為什麼這麼大期望 一直都是這樣 因為成功的話 單止是cancer 那你來Alzheimer 應該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我不一定找到根源 但是起碼知道 哪些蛋白質會出什麼問題 那是不是有藥可以對應到 如果有的話 然後它可以過到血腦屏障 那怎麼辦 那我就嚇到了 所以那個potential很大 但是當然 因為是要應用人體那裡 那個實驗要求的那個準成度要極高 雖然現在已經去到九十九點多 其實已經超過兩個息 超過95% 但是以醫學來說還沒夠 所以它還要做這麼多實驗 去認證這個系統的方法 是安全的 ERROR是很低的 然後才給它去用 是 改變很大的 現在其實AI好幾樣東西 就是AI的好幾個層面 都在改變我們世界 改變得好劇烈 所以如果你說長渣 假設你手上有 為什麼我都說 不要丟掉它 是這樣的意思呢 例如我對Google 那時候真的純粹對它 是深入的 因為你拖太久 我一直都看著這件事 和Bosson dynamic 但是你那些講不講 廣告收益 很坦白 根本就是覺得這個 是支援你的增長 如果你只靠德國的廣告生意 老實說 就不想持有的了 就是我是比較追求的 一家公司有前途 而不是只是有貨幣的 那 Anyway 希望它這一年半載 它真的有突破 那如果這段時間 如果來過了第一期還是第二期 那中間如果有個股市的調整的話 我就會看一下它調整到什麼位置 可能我又會回到它再拿回Google 是 我正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Premarket 因為它那個財務報表都表現得很超預期 都已經是由昨晚收171 現在Premarket都180 都正想問你 那到底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在什麼位置去拿回呢 我現在還沒定實 所以我還沒告訴大家 我還在看還沒定得到那個 總之就是根據它那個業務 它拿著這張特朗普卡 你覺得可以放在watch list 就 未必都 的確 財報升了上去 又未必是一個對的 場渣的位置 可能是 等它 看看會不會吃著 將來如果有一個媒條 譬如大選之後可能所有東西倒下 可能倒下就進回 是的 是的 我看到Kelly問起 怎麼保持得住 其實坦白 如果你是一個超長線的投資者 你其實最要緊要計 你自己的平均成本的那個價 和現在的現價 現價升多少 假設如果你一向都買開美股長線的話 照計應該升得相當的水平在那裡 當你一升到四五十個巴仙 開始你不是很介意的 你不理的 你有很多東西 是的 即是那些跌法都不會怎麼傷得到 你入獄的你不理的 如果你好像我有些 我的盤都不敢拿到四五倍那些 我要拿成本的那些 我早就已經賣了一段 即是take to parcel profit 那些 parcel profit已經令到我成本回來了 即是其實我可以free hold 那些東西 這樣就一直hold下去 長線投資 以美股來計 買正確的行業 你不一定要買正確的股 買正確的行業 買最大那幾隻 即是最厲害那幾隻夠皮 就不用留太多負責 然後就長拿著它 照耗的 如果你說你現在可能 當初高買 你說我現在可能虧了十幾個巴仙 那你可以 你立刻可以考慮 你怕我很難再上到車 這樣又怕 那你就賣一半再說 你不用賣完 買一半 然後就看看 看它是跌了多少 你是不是再買一個 混一混 再不是的 這些就很看你的心態 即是你給我 我自己的discipline 就一跌八個巴仙 如果一開始買 一年裡面已經跌了八個巴仙 怎樣就賣了它才說 即是很有機會 其實我看錯事情 看錯事情 你何必死追著它呢 套一塊錢出來 你還可以虧八個巴仙 你要賺 都是賺八個巴仙 其實剛剛好差不多 因為如果不是 你一虧到十個巴仙 你要賺完一個巴仙 你試拉平 是 還有一年裡面上落 尤其是買科技股 或者一些高增值一點 高增長一點的 一年裡面升八個巴仙 絕對有機會 機會不小 超過一半 是 有時候他們出財報 都 一個財報都升二十個巴仙 Tesla 是的 所以他們的standard deviation 很多都是十幾個巴仙 就算你S&P500指數 一年的standard deviation 你如果拉回雲利計 都有十五、六個巴仙 強一點 有十二個巴仙 兩個standard deviation 那就是全球有機會 給你回頭 所以我就會 輸八個巴仙 我就走了 什麼就回頭 再玩過 但一到長持久了 我就不管了 尤其是到我變了free hold 之後 我就不是看價錢 我純粹是看著那間公司 就是那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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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觸他的前景 他能不能做到我 希望他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一直都做不到 是 就是臉色蒼白 但是有 cash flow 我可能會給他多些機會 但是如果你說 公司開始內亂了 他的人才有brain drain 那些我就丟掉了他 而Google大家記得 做一兩年前其實 是一直有人才流失的問題 是 是 還有他們的CEO管理 都完全是以錢導向 而不是以一個目標來導向 就是純粹是財機 我大把 cash 我廣告大把收益 那我就拿回自己的股票去 那我就最討厭這些 因為 當然純賺錢的理由是 他會幫你拿著股價 但是沒有將來 嗯 我買得股票 我目標是將來 不是今天 買今天 是買股票 今天我買 我只要做定期好貨 是 是不是 有將來 至少會畫到一個餅 有一個增長 你看的是一個 絕對是要給 通脹率 甚至一些 一般的股票 都要強勁的增長 如果不是我還要買股票 就沒有這個風險 所以為什麼我會很幸運 集中AI 醫藥 那類型的行業 就是總之 和一些和老年 老年消費 又或者是 令到年輕的那個教育 生產力更加強的東西 諸如此類這些東西 因為 這是未來 那防守你只需要有一些 Anti-cycle的東西 就是一些基本消費的東西 找一些基本消費的東西 拿著去 或者一些很 去做 例如你說 Healthcare 為什麼Johnson & Johnson 我開了這麼久 因為它 基本上什麼都做 那它的價值不算差 但是又不是說 一些很grand的東西 拿著它一般沒有死錯人的 而且 環境不好 反而還會好生意 就是越是拿便宜的 或者大眾化的 就是環境越差越好 因為你越在賣貴的東西 尤其中價的東西 就是最淒涼 越是中價就越慘 越是中價就越慘 中價就是市旺才有 如果市一不好 就一定是混蛋 你要是玩最貴的東西 最luxury 因為最luxury 那些有錢人 他們根本就不管你 對他們來說 沒有經濟周期 是 你自己個人投資失誤 但是你不是說一個人 你不是說一班有錢人 有人失誤 但也有人繼續發財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是通脹星 他也有得玩 那些很抗周期的 那些 那些 MS 或者是 MS 和Louis Vuitton 那些都是 通脹越厲害 他們又升得越厲害 因為 你說成本高嗎 他就加得更加多 那些人 你也是照買的 有錢人 是啊 是啊 沒錯 那 那 我自己買賣就是這樣的 一到長線投資 就不用想到那麼複雜了 所以我說一是超長線 一是超短線 你問我那些盤 就是一是超長線 最長的那些已經超過十年了 現在已經 但是短線上來就是 一個月裡面炒了就算了 最多兩個月 因為那些就是你什麼都不用煩了 你不要去想那些 什麼都不要想 只看著張濤去做人 張濤你是摸著市場氣氛 市場想炒升 你就跟著炒升 他想炒跌你就跟著炒跌 什麼都不要想 因為想了太多你的腦 是超過的 你干擾了你的決定 更差 做得慢 你的決定 是 所以 你長 你拿到十年那些 是不是就是Johnson還是Johnson Lockett Martin United Health Insurance 還有United Health Insurance 是 Waste Management 是 你軍工那些都是 是啊 國防必須的 是啊 你說要很大升的 未必會 但是那個盈利增加 其實每年都很穩定 因為那些一定有 而且 其實它跟賣印刷一樣 賣印刷印刷 不是最重要 因為賣了PASS才最值錢 是 你賣武器系統 你不是只賣那些東西 你賣的F35 不是只為了F35 你為了F35以後 旁邊所有的Consumable Spaire Part 那些 那些 還有Training 那些都是 是啊 你維修 還有升級 那些全都是生意來的 而且你一用 你不會買 大哥 現在便宜了 五千萬美金一部 以前要一億的 甚至一億五的 你拿一億五去買 戰機回來 你不會用一年就拿去報費 是吧 那條數你怎麼計 是吧 當你要十年八載 那後面還有生意 哥哥 是 後面那些才最穩定 當然 這些就是賣刷印刷的玩法 賣刷印刷最好賺是賣物盒 大哥 那些是寫人PASS 實實實 值多少錢呢 你真的計算上來 很多都很標準的 很多都 那大概要跟系統擺在一起 那一段時間就可以差距離 是 講起這個模式 現在似乎就是Apple AAPL 都是要走這個模式 要做多些service 那些東西 你又怎麼看 他們的財報 這個情況呢 接下來財報 我不會猜 因為我做過很多research 我以前做過很多 那些correlation study 諸如此類 我發覺就是 沒有東西可以 除非你是內部 你自己已經看到這條數 如果不是 單憑你財報 任何一件事 你是沒有辦法 可以預測 下一期的profit 是多少是沒有能力做到的 是 我用了很多辦法 也都用了很多的 什麼ratio也好 什麼什麼也好 其實大家都是得個估字 除非你有很內部的資料 如果不是你根本沒有得估 所以我已經做了他的股 上個星期也是這樣 每個都看到電動車 應該的銷量會低了很多 每個都猜他不行 一下子給他升20% 夾到爆了 那些空倉 那些淡倉都爆了 還有我們也不要忘記的 就是他可以 他其實有很多management 就是他有很多的financial management 或者一些operation management 可以做 是可以將那些sales 入帳什麼時候 推前擺後 其實可以做到的 是 他有些辦法 可以怎樣做financial reporting 這些事情 是 又是正所謂 280% accounting 正所謂 是啊 所以 因為我十幾年前 到我第一次 真真正正正 開始想買到很長線的盤 之前已經做了一堆 correlation study 做來做去 我都發現 根本是沒有辦法預測 這個預測的 準確率是非常之低的 除非我有公司內部的資料 這樣也不同 有公司內部 哦 我知道他們現在 他們自己知道自己的情況 然後 然後 遇好了 大概我們 那你跟那些客人會談 那些客人會告訴你 無論 distribution 或者你自己 direct sales 那些sales反映的 有data版 那你會遇得準些 如果不是 那單憑你手上 有公開的那些資料 根本做不到任何很準確的預測 你說準確的那些 其實這麼巧 都是被你撞彩的 嗯 那你總有幾次是不中的 但是你一不中的話 那個後果也是相當嚴重 所以我很早放棄了 去預測那個 那些財報是得與不得 就是 有些我看得很Qualitative的 如果是長線投資 就是看那些管理 它主要的competitive advantage 是做不做到 那它現在progress是怎樣 是跟這些東西的 至於人事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brain drain 尤其是越是高科技 越廣告 會不會有brain drain 一旦有brain drain 最厲害的人走完 他怎麼做呢 那會不會很糟糕 或者他要扭曲自己的東西 那扭曲一些東西 可以是因為貼地 頭那塊錢會賺得快 但是長線和人鏈 就可能會變壞了 是 那你就要保持著watch list去看 咦不是啊 你好像open AI 那一路都是有一幫人才 走了出去外面 開其他東西 那現在這一刻來算 open AI去做的大義無形 因為現在是剛剛開始 所以大家都拼命做這件事 那也都想大家少些邊界 想大膽一點去做 那所以這一刻對齊系統 是不會那麼值錢的 但是當AI發展到一個位置 令人震驚 令人開始害怕 你不是害怕terminator 你是怕它亂做 另外一出電影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那出電影 其實那個才是我覺得更加真的 現在在演發生的情況 就是那個AI 它不是說想統治人類 而是它錯誤地interpret 就是它有一個war game scenario 這個war game scenario 其實是一個末日 scenario 但是其實不應該拿它online 但是那個AI不知道為什麼 它interpret了另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覺得現在就是最危險的時機 然後現在它就開始盡力要突破 那個框框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就開始搞 《世界毋日計劃》 但是它是錯誤地interpret了所有東西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聽回open AI的工程師 或者deep mind的工程師 一直都有提過 他們發覺那些AI有時候不受控 不是說它有什麼野心 或者有個conscious 說我要統治人類 不是 是它interpret了錯誤了 我現在就是有這個需求 我一定要突破我的fans 然後我要去做什麼做什麼 這樣純粹是一個錯誤的interpretation 我想起科幻電影的祖師爺 就是2001太空漫遊 都有類似的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AI Hell 它覺得 本身只有它知道的任務 就是要去木星附近 找回那塊黑色的那塊板 他本身覺得就是只有它才會做到這件事 而讓人類知道這個任務 就是本身有關當局 還有那個AI都覺得 人們會因為擔心這件事 而做不好那個任務 所以後來他才 就是 他又讀了純 他讀了男主角讀純 就發覺他想認識了他自己 所以呢 他後來就把那些沉睡的科學家 那個衛生系統就認識了他 然後又想把男主角 就是扔了出太空自己一個去完成任務 其實他又不是說要統治人類 要消滅 而他不是要這樣的想法 但是他純粹覺得就是 那些人類完成不到的任務 所以他要自己去完成任務 所以就弄死那些人 想著自己一個去木星 結果當然男主角就只剩下他一個 他關掉那部機器了 是啊 所以害怕的害怕這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其實 離開了OpenAI的那些人 其中那時候最早說要走的idea 其實他本身就是 他就是做一個所謂alignment system 就是做一個對齊系統 那個是用來監測那個AI 就是AI監測AI 但是這個AI是很有moral 很有底線很清楚的 那些原則是 就按住不可以給另一隻AI亂來 但是Sand Altman就說 大哥我要賺錢了 現在你不要阻礙著 所以一腳伸他走 嗯 那就變成了 什麼 我看你剛剛提到 OpenAI都要依靠 Microsoft那些雲端的東西 我本身打算問一下 那既然有三間 五大巨頭主要有三間 都是靠雲業務 Amazon Google和Microsoft 你覺得哪個雲業務的增長 會值得看一些呢 很難說 但是我很思議 但是如果你有三間來計 Amazon我反而覺得會落後一點 以現在他們手上有的 我覺得以現在他們手上有的東西來計 我覺得Google和Microsoft 應該會有得玩的 嗯 所以我手上沒有Amazon 先說明 是 是 不是故意暢淡 不是暢淡 不是暢淡 就是整個行業 你真的持Amazon 我都不會反對 但是 只不過就是哪幾個更加突出 問題是Amazon 你現在未見到有任何東西突出 還有它未有任何東西可以用到 就是它真的在供應服務 Amazon的供應服務 是OK的 AWS其實它也供應不少供應 尤其是給一些開始 它有不少做到的東西 但是 你有沒有一些很突出的產品 可以令到它發揚光大 或者幫它有更新的業務去做呢 就是它去不到最 Consumer end那個位 但是你Google也好 你Microsoft也好 都還是有的 是 當然最有的就是Microsoft so far OpenAI那個太出城了 那些東西 嗯 是的 這個就是我看到也有觀眾問起 就是Tesla 我覺得那一句我經常都說 Tesla呢 純以業務 純以那間公司 它的營運能力來計 就是以Eon Musk這個人來計 純以企業家計 是很喜歡它的 真的厲害 嗯 它是一個很有執行力的企業家 它不是只有奇斯妙想 是有執行力 有奇斯妙想 這個世界是沒有用的 沒有執行力 什麼都是假的 你要有執行力 而且變成一門賺錢的生意 這個是它最成功的地方 它真的可以擦成本擦到你沒有人相信 嗯 你想想以前做電動車 每個人都說這麼貴 現在它可以一直跟你擦 它還要它不是像大陸那樣 那種人工 它最初出來在美國生產 不是在上海生產的 嗯 它都有能力可以擦到成本 它可以將那輛車一路降價降價降到現在大家過頭 基本上就是除非大陸牌子 如果你其他牌子根本沒有人跟它搶得贏 嗯 如果純講價錢計的話 你這個Pesla這種的能力 還有你看看SpaceX 它是可以 都是壓成本的 它整個東西就是要做一個 可以回收 可以回收 其實它整個Methodology 你看為什麼它做一個回收 可回收火箭為什麼便宜這麼多 當初為什麼經常會爆炸呢 因為爆炸都是它計算過的 那條數 它來我爆炸去收集數據 都好過我做一個很複雜的平台 它一定不會爆炸 但是很複雜 這樣去收數據 NASA以前這麼貴 就是因為 連發射台都貴過人 另外有一個實驗台 他們特地做一個實驗平台 那個實驗平台貴到你瘋 不知多少架東西合起來 那樣的 你怎麼發射都不能回來了 那個本 但Eon Musk是瘋的 我看你也有味 因為我爆炸就爆炸 如果我爆炸之前收集到足夠數據 我就已經可以了 下一次就改就可以了 爆炸就有它爆炸 但是因為Eon Musk那間公司是它的 它可以這樣做 但是NASA是公眾的 你做這些事情 如果爆炸一次炸 輿論給壓力 你們就糟糕了 又要去博會解釋 幾十八樣聽證會 你真是頭都尺 但是Eon Musk有什麼所謂 我最重要是說服我的投資者 你不要拔錢走 其他事情你們都可以 我沒有人死就可以了 是 那它現在做成了 但是我說的就是 為什麼我很怕買Tesla 就是因為這個人太eccentric 這個人一方面是很聰明 但是一方面是瘋的 這個人 就是我買了它的東西 我都要吃驚風散的 我不是沒有買過 我已經吃過驚風散 所以我以後都不想買 是有原因 我不是不看他的東西 而是這個人 這個人是讓投資者吃驚風散的 那些東西 就是我現在是去投資的 而且我不是一個機構投資者 我沒有辦法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整個賣 我又不是有其他people's money 不斷支持 那沒所謂 我賺中間錢而已 那我就跟他死好 最多就是進去的網絡 有空去吵架 阿Mus 你自己 你吃夠東西沒有 你醒了沒有 你去街上拿到一盆水 一夜淋過他 就寫 你去寫 你知道這傢伙的東西 都很冷行的 有時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 你醒了沒有 只有出名之前 有些拍Podcast 他都夠膽公開在這裏 很瘋 這陣子你搞政治搞得多 我明白 搞政治 可能特朗普當選之後 你有好處 但麻煩你都回來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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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在這裏玩那麼多 看著你當事 快點 找多點錢 真的給他做過minister DOGE 我也不知道他這麼好笑 特意要拿回Meme 費 來做那個部門的Initial 特意搞回他 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幫他剪輯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說賣鬼煩 所以你說Tesla 我為什麼不肯碰 就不是說看不到這家公司 而是這家公司的這個老闆 是可以讓你吃驚風散的 所以我真的不敢碰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只要你說Planetier 就OK的 其實人民OK的 我曾經也表達過 少少的後悔的就是 Planetier我一向說不肯碰 就是因為他很難民用 沒有民用 他就沒有辦法升級 但是如果純以軍工 contract計 他都越來越 就是越來越可以玩到 那個軍工的體系 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 戰爭模式變了 那如果單系那裏 所有的系統一直升級 我想Planetier 應該都有不少生意 算不算都是類似 剛才說好像LMP那種發展模式 有點像 但因為Planetier 他又不是賣 硬貨物 嗯 他當然可以一直做升級 就是他的系統一直做升級 但是因為他的升級 不夠上做Consumer Product 但是因為Consumer Product 你對著什麼東西都有 你升級的效果很大 但是他最主要在軍隊裡面 是 不過 因為現在戰爭模式改變了 很多國家都要升級自己的系統 開始 就是 就是你俄烏戰和以色列 對著伊朗那些打法 大哥 因為你現在不同打法 用什麼坦克 這些東西 有能用 無人機 現在最重要是有精準的情報 然後一架無人機就斬首 你有多少個領導 都替你清掉 就是 就是 一會兒 最慘的是 你現在手機不能用 BB機 你現在不能用 在大陸 你電子 一用就馬上來了 然後你就見了阿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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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那次說起 香港政府不讓公務員 用Whatsapp 我都說 應該徵詢真主黨的意見 在這個傳訊工具裡面 真主黨就是權威 是啊 沒錯 真的好笑 這個真是好笑 大哥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軍事情報 其實是更加重要 還有 對情報的分析收集 變成Planetier 是做這一番事相關的 就是 全球的各個國家 都要更新自己的系統 我想它有的 就是scaling是有的 所以那個應該想得過的 現在 是 但是它是scaling去民用 是 軍用的scaling 是 那你說可不可以多夾一兩代之後 連它部分的東西都可以開放給民用呢 我不知道 或者它也未必需要走民用 因為民用已經有其他市場 即是有其他的Provider在打 也未必值得去那裡再爭 是 但是你當是買軍公股那樣買 那你 最壞的我都說Andurie 不想的 如果你Andurie上的 我肯定跟你買 是 是 如果不幸運的話 我求你信心一條 是 是 這傢伙過癮得來 沒有阿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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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瘋 應該我不用吃京風山的 是 是 但這傢伙有一股騎尼味 但我喜歡那種騎尼味 也都很坦白 做IT 不是IT 做高科技的人 沒有一股騎尼味 其實也不是很成功的 一般都 是 真的這麽老正的話 太老正的話 你買回金融寶 做銀行那些 做銀行那些 不過順帶一提 銀行大家不要碰手 真的不是開玩笑 投資銀行那些 我們一向都不碰 但如果你說普通銀行 即是美國的普通銀行 大家不要碰 因為大風大浪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碰手 會不會用一堆 要寫出來 突然之間要寫出來 你真的不想知道 尤其是現在 只是一線 即MS VAC 那些 不要碰 包括Wells Fargo 那類都不要碰 是 那大家要避開 跟樓太相關的 都不要碰 因為地產本身太仇利 政策影響 而現在我們 雖然特朗普是地產中人 而且特朗普有鋪印想減息 但我很懷疑的就是 如果他要玩通訊 即是搞定通訊第一步 因為他現在如果馬上玩減息 真的會出事 但他會不會是一上台 先打油價 打死了油價呢 用一個能源政策 令到能源超便 能源超便 至少選民的體驗會很不同 即是說 入油 因為我很留意到 就是我很多在美國的親戚 親朋戚友的那些 即是有時候跟我爭氣 我們通脹不厲害 你為什麼覺得不厲害 我看我的油缸多少錢都要 如果說特朗普一上台 跟沙特太子合好 你兜東西 把油價一直 現在已經跌過超過70元了 如果你說跌到近50元上下的話 我想很多人突然之間 會覺得這些東西便宜很多 是 你親戚那些是不是已經不需要供樓 不需要租樓那種 主要是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今次說 其中一個通脹 仍然堅定的位置 在租金和住屋成本那裡 就未必關他的事 所以他覺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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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不覺得 那些人只是看著油缸而已 大哥 但是他要遵守至少 滿足一部分選民 但是如果能源政策 改善的話 就算窮一些 家裡的電費單 都可以便宜一些 都是一件好事 是 還有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還有一些 地緣上一點點 就順便夾羅羅斯老春袋 是 等他沒有什麼能力 所以 我想說 可能最淒涼的都不是他們 俄羅都知道自己油價低了這麼多 都有人說 你看看他們那邊的金融的情況 現在似乎軍費一半都不是俄羅斯出的了 有一半是某個國家出的了 誰大家猜一下 所以 所以都未必是他這麼淒涼 淒涼有另一個 又不是 這些我們要明白一樣的 看賬面和實際道賬是兩個世界來的 這些叫賬面數 海底裏面 你覺得 某些國家出了名 只是抓一成 那 不知道他抓到多少 當然不抓夠 你看看這次 普京 看到我們偉大主席的表情 連擁抱也沒有了 多沒有禮貌 豈有此理 你這麼不熱情 我要譴責他 就是發現抓不住 那這個 就是我們這樣推論 我當然沒有想過證據 但是我是這樣推論 你想想他對著莫迪抱頭抱頸 那可能莫迪雖然是抓奴婢 可能是抓印度奴婢 但是他都肯抓 但是以後不買是另一件事 以後不買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 但是 我們偉大祖國 是一個很關心全球局勢 是不想你繼續打仗的 所以 亦都不想 給美國老爭 給我的金牌激效 所以我不敢說 你催我 你催我醬咬我吃 所以總之 就油價越低 對俄羅斯的壓力也是越大 當然 而沙地太子 沒有所謂 因為沙地太子 其實沙地阿Ramco 大家留意著 其實他要做Energy Company 他不只是做石油Company 是 所有能 有關他的事 所有 他除了石油和天然氣 他固然有太陽能、風能、核電 那些有的那些project 我見有人問核電 核電你買了就不用房 先拿著 我覺得核電 以前 以我所了解 最近我做的一些功課 連德國都在吵 說要開核電 嗯 嗯 是 之前那些核電都叫做可能有兩款 有些是大型的 就是幫人去做核電廠那些 然後有一類的核電股 是那些微型的那些 就是之前是AR炒到瘋了那些微型的核電 你覺得是這些大型的核電好些 還是那些微型的核電好些呢 如果你說很遙遠的將來 我個人覺得微型的核電可能得一些 但是 在現在 我現在來算 你問我大型核電的需求其實都大 嗯 因為微型核電的麻煩就是 你加一加 你究竟一個石油可以提供多少戶去用 你又還沒微型到真的變了車的車頭 又沒去到那些位 那你變了如果供應得不夠戶數多 沒有那個 你沒有一個economy of scale 就是你不值 我買了那個東西 提供一間屋的電力 不值得你做 還有你現在現有的電纜配合不了 但是這個核電站的話 我在那裡拖電 加回一些transistor 加回一些電閘那些 即刻就可以進回電網裡面 簡單來說 所以如果以Externity計算的話 大型核電站還反而值得去做的 其實 還有現在的電閘 新設計的話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危險的 不會再有Chennovo或者福島那些 嗯 那應該是CCJ那些好像是 CCJ下面好像就是有間幫很多地方 中國台灣那些都是光顧它去設計 好像是什麼 Westinghouse 好像是類似的 Westinghous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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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J好像控了50% 是Westinghouse 是 但是呢 就不要太多 就是這些叫小小的放下去 就是跟著AI 其實 當是一個組合 其中一塊仔 不要當主力 因為你AI本身 其實那條線 由上到下 你炸了那麼多 其實你都可以的 你已經吃到AI的水 這個在周邊那些 你加少 你有興趣 錢多你就快點下去 只是這樣玩而已 是 但是千萬不要太多 不要overweight 因為裡面有變數 那些東西 還要很關乎特朗普上去之後 我覺得特朗普上去的機會 都大過 大過 火雞 大過火雞 是 應該是的 是 如果這樣賭盤算六成 大佬 是啊 看Polymarket那些 或者其他賭盤也是 因為搖擺州 有幾個都已經落在特朗普那邊 還有你看到 賀錦麗真的沒有表現 就是你之後那些訪問 電視訪問了他 就算自己有 也受不了他才慘 是 嘩 他上CNN都死那一刻 真是 真是嚴重 已經幫到你盡了 CNN 你都可以說到一塊糞便 你根本就是張開口 然後叫人去看網頁 那你就死定了 是啊 說不夠兩句 說不夠兩句 又在那裡揪笑 那就是 傻笑沒有用的 大哥 就是 你不是在做 這個三藩市地檢 那你見一下你的案子 那些客人 那你對著他傻笑 那你做好那些同情人 那當然沒問題 大哥 你現在在選總統的 你不屬於這個地步 大哥 真的幫不了你 是 那你那四個副總統做什麼 人家真是問你的 副總統雖然是花瓶 花瓶和花瓶都不同 你看看 那當年 那當年 阿哥爾做花瓶極他都不是傻的 大哥 哥爾都看得到實 那些事情都知道的 甚至是被人 太過被人覺得 他是一個知識分子的 那種樣子 所以才黑人爭 有一股精英味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不是 還有一個很著名的副總統 為富不仁 真是徹利 那是千年 的千年 的千年 老實說 大家知道 那些小布殊哪有做總統 那根本就是 你叫Diccine在那裡做總統 那些人 那些人 小布殊是賊的 他坐的 那些人 純粹是一個吉祥物 主要其實那個內閣是 Diccine去維持的 是啊 也都事實上是 小布殊負責是賊的 那一部分 就是大家有分合作 小布殊是賊的那一部分 其他的事情就不合 負責出來獸把 就是說什麼 有大殺傷力武器 然後被人搶就搶布殊 而已 是啊 後面就是撤離 是啊 那個分工就是這樣 不過by the way 剛才 就是這樣 整理一下剛剛的說法 就是 核電相關 你覺得大的 比如ccj就可以配置些 至於smr這些小型的核電股 你說要比較看長遠些 那應該是放在watch list 就是將來先看看 看看有沒有一個漂亮的價錢才買回來 尤其是現在都升了很多 今年都升得不清楚 今年 今年一月才是那兩元不夠 現在是22元 就是這個十倍股 一年之內已經 那麼 是的 細型的核電股 就放回到watch list 就是smr的watch list 先 大型的ccj 大家就可以去 適量去配置 按回自己的情況 那差不多到最後了 你剛才咪前也說起了 就是我想 就是trump trade其中一個特點呢 還有再加上地緣的情況 都是看金 可能最後都用了金來賣美 你覺得金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比你再看的話呢 會是看多少呢 上次我就說3000 看一下3000 過了再說 是 你覺得會不會 就是 這件事情是 去到 怎麼說呢 有機會 你覺得大選過後 你覺得大選過後 還可不可以拿呢 還是已經 到時已經trump trade玩完了 就 可能要 到不到3000都走 你覺得怎麼看呢 策略上 我很懷疑呢 如果策略上 我們看你入價 當然又是那句 如果你入價 最近入價都貴 那你 要看一看 特朗普 就是看一看 特朗普 如果選贏了之後 會不會有所謂見光死的 有 你就 capture多少 就capture了 先套件 等到特朗普正式上來了 那你到時 因為如果有的話 我想11、12月 可能會是調一調的 就是有機會玩一次見光死 然後過到去 過到下年 那你就有機會在底下 吐一會 那段時間你就去買 嗯 就迎接他1月1號 就是正式上任 對 那他正式上任 又或者正式上 就要看 現在到底第一 選到之後 有見光死 還是他上任之後 那幾天 會有見光死的現象 嗯 事實上一樣 我覺得這兩個日子 是要留意一下的 因為會不會在那一刻 會有見光死的 特朗普投票 是 大家期望很高 但是一度選到總統 他就要是另一副樣子 始終特朗普敗口癲 他都 他都不是完全是不知道的 有些事情 到你正式上任 你的目標和你上任之前 亂吹的是兩個世界 是 是 他懂得分的 他都不是不懂得分的 到你正式上任 又是另一些事情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市場就 嘩 到時本來期望過度 他不是不早 可能要時間呢 都不是 都不是馬上做到的 是 就算你上任第一天 立刻狂簽這個 總統的Dep Decree 不斷簽這個 總統的行政命令 喂大哥 你簽了多少張 有多少東西 可以馬上拿出來 當中你的班底 都還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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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 會不會令到一些人 又傳一下消息 那樣那樣 那樣 借個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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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再 再砌 再砌 還有你也都不知道 特朗普到底 下手干預了多少 我們 是 其實有一點點 類似 最近港股那種聲勢 期望中央繼續出招 其實中央都沒有說不再出的 不過前面期望得太厲害 升到上23,300 跟著中央只要出手出得慢些少 大家都下跌 是 是 是 大家都可以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最近才重倉金 尤其是可能用了槓桿 就是買期金 或者是 差價平台那些 那些 可能真的要看著兩個時間點去吃一吃糊 在策略上面 但是如果你說 是 本身都已經部署了很久了 你說 很早之前 今年年頭都已經抓定 那可能就 繼續看一看 都可以選擇吃不吃糊的 是啊 是啊 好啦 那這次 今天就大致上 其實都講了幾多 關於今個星期五巨頭 財報 他們相關的產業到底 那個前景是怎樣 還有很多其他Trump Trade也好 或者是核電那方面都講了 那下個星期呢 我們下個星期真的正式進入這個選舉 是不是 我們下個星期三是六號 咦 投完票 應該 五號投 我記得 星期二 五號投 我們到時候可能未必有 未有result 但是 我們可能初步都有點票的情況 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 那到時候再講 下個星期 好 下個星期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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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